- 那今天要邀請的算是主持過大大小小的理財相關東西的子娟 - 哈囉大家好 你好厲害 你現在做的角色 然後你不需要拿任何的東西看 - 因為我可以看前面 我們說理財下面有三隻腳 一個叫做收支管理 然後信用管理 然後最後才是你的那個財富管理的那個部分 投資組合裡面就會是長了一塊就是完完全全的長期投資部位 然後另外一塊就是完完全全的短期投資部位 就這邊特別有寫我的長期部分有分左側交易跟定期定額 可以6%給你 如果今天他漲到了30%的波段漲幅的時候 他相當於已經一次給你5年的股息了 這時候你會不會買我會 但是結婚然後我找了一個人當分母 所以我們什麼東西都除以2 這樣的前提之下 讓我買房覺得稍微可以負擔一點點 所以我記得以前也曾經有人問過這問題 我就說內政部應該找我代言多多結婚 可是是真的啦 因為你從頭七塊 不管以前是資金大戶或是小資族 發現自己的錢不夠放在數位張戶的話 這邊推薦給你遠銀的Banky 你今天早上透過林業申辦 就可以直接向有半年5萬塊2.6%的活出利率 除此之外呢 超出5萬塊通通都可以 裡面坎直接向有1.31%的活出利率無上限 1.31%活出利率無上限 其實非常的強大 很多的數位帳戶都必須符合條件才有辦法得到 但是遠銀Banky裡面坎就可以直接向有1.31%的活出利率 而且還是無上限 而且他是所有數位帳戶裡面無上限的利率 不斷提升的一個數位帳戶 所以如果你是不想去管活出上限的話 遠銀Banky絕對會是你最佳的選擇 那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聊完一些相關的理財之後 我們就要來聊聊有關於投資的部分 因為子娟現在身上有另外一個頭銜 就是證券分析師 那我想問看因為近期的話 債券它變得比較熱門一點點 那我想問一下子娟你對於債券的看法是什麼 我覺得它有一個最大的前提是因為 因為我們都說債券如果以公債來說 它是在比較不用冒太多風險的情況之下 可以給你多少利息 那也就類似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如果今天我放在銀行裡會有多少利息 那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因為過去都是一個非常低利率的環境 對 所以也不會有人跟你討論債券 因為它就是給你一個零頭趴 你不會有感覺 那因為現在就是大家就是升息啊 美國升息啊 台灣央行升息 所以才會突然感覺說 我好像不用冒任何的風險 然後你就有那樣的4%5%這樣的債息 大家會覺得好像可行 這就是這個前提 我覺得是對的 還是回歸到資產配置的角度 我反對的事情是 因為你看到現在債券很夯 所以你就突然把你所邊所有的現金 或是賣掉股票 然後把它全部一窩風投進債券裡 我反對的是這件事情 因為你就會發現 就要對經營大好像有點走火入魔 好像要把全部的錢 通通拿去買債券一樣 但是如果你要配置一點 20% 30%的部位在債券裡面 這件事無可厚非 不是常常大家有人開玩笑說 什麼你可以用100減掉你的歲數 對 假設你如果用100減掉35 那你可能就是65%可以放在股票 35%可以放到債券 有人有這樣的一個算法 大家可以自己去參考一下 但是如果說以我個人 因為我是風險承受度比較高一點點的人 所以如果我自己的配置的話 其實我在過去的配置是 我把平衡型基金取代那個債券的部位 就是我可以 我還是可能沒比還是要有35%債券 可是我是用平衡型基金在裡頭做的 對 那因為其實有些人會說 你現在買債券 你之後除了那個利息 還可以算價差 現在是因為一直有生息的關係 之後可能會降息 然後債券的價格可能會上升 那你會覺得債券適合哪一座價差 這個概念就像是在問你說 高股息TF到底要領股息還是要坐價差 你有沒有覺得如果今天我是高股息TF 或者是我今天是債券 我的重點還是在我領多少息 如果他有讓我坐價差很好 那個叫做賺到的 但我不會把他當成是我主要的目的 就是他本來就是 如果是股價上升 那就是額外給你的bonus 但他不是主要 你就是要拿他來做價差 對 那因為其實之前 子君你在節目中有留到 0.56跟00878 有最適合買入的時間點 那這個時間點會是怎麼去判斷 其實我剛剛前面有講說 如果是高股息相關的產品 我基本上是走那種左側交易 就是越跌越買的狀況 因為道理很簡單 如果今天你想要你的殖利率高一點 要嘛就是他的息配多一點 要嘛就是你的股價買的平一點 但是說真的股息要配高一點 這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啊 那是他們的事情 所以我們唯一可以控制的 就只有買的價格平一點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高股息的ETF 要走左側交易越跌越買的一個原因 那至於你說有沒有怎麼樣的買法 有就是應該是說以我自己的做法 我會去看 但是因為878就是他正式完整配息 只有兩年 那他這樣的話平均起來 他每年的股息是1.08元 那如果用1.08元你就去想像 你要多少殖利率你才滿意 通常殖利率多少你會滿意 6%吧 6%啊 差很多啦 好啦那我就算喔 好假設你就是你看 你如果是1.08元他配給你的平均 然後你要6%就除以0.06 這樣子的話就是大概是18塊 就你自己去算出你自己心中的合理價 合理的 對你就可以去看啊 如果今天你要拿6%的話 那大概就是18塊 那如果今天你要拿6.5%的話 大概就16.6塊 如果今天你要拿到7%的話 就是15.4塊 那大家歡迎現在大家打開 馬上打開手機自己算 看一下他現在帶了多少錢 如果在怎樣的殖利率當中 你喜不喜歡你可不可以接受 那一樣的道理 那個0056 但因為0056成績時間比較長了 所以我這邊抓的是他5年的平均殖利率 最近5年 最近5年 最近5年的平均殖利率是1.75元 那如果是這樣一樣啦 你剛說到6%對不對 如果6%的話大概是29.1 6.5%的話是26.9 那如果你要7%殖利率的話就是25塊 那一樣現在大家可以打開 你的APP看一下他現在大概落在 什麼樣的價位 其實你就可以立刻對應出來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種方式 不見得說 歐洲0056 00878可以使用 就是任何的 可能你想要長期領袭的 都是可以用這種計算方式 對 那因為其實 你前面有提到說 你有長期的策略 跟你有投機的策略 那有人就會問說 那存股跟短線 我應該要怎麼去做 或者是怎麼去區分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依我自己狀況 我覺得實務的做法就是 第一 你那段時間有沒有空 你那段時間很忙 你去跟人家做什麼假查 比如說我有時候 那一陣子就是很忙 我就不會做假查 因為我沒有時間看盤 那如果我那一陣子是稍微有點空的 那我可能會去做假查 這是其一 其二是 那一陣子的行情怎麼樣 你不會是在空頭時期 在跟人家做多 因為如果今天大盤就是一個 走空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硬要在那邊 就跟人家逆勢操作 沒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投機 就是短線的部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叫做順勢而為 如果現在的勢 是往上走的勢 那你就去做多 如果現在的勢 是往下走的勢 你就要去做空 但是如果你不會做空的人的話 就像我自己做空 失敗率很高 我自己也知道 所以我不是很會做空的人的話 那我看到盤是往下 那我就選擇不動 那所以我今天如果要去做多的情況 就前提就是 現在的勢是往上走的 然後我那陣子又有時間 才會去做 那因為這個投機的這個比例 你大概會怎麼抓 其實我沒有特別說怎麼抓 我又回過頭來就是看我當時 有多少錢 所以你主要都還是以長期為主 然後看剩下有多少錢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看那個當時的氛圍 譬如說當時的氛圍是一個空投的時期 我有多的錢 我有新的我收入的錢進來 那我可能就是在我的長期部位裡頭 繼續去越疊越買 越疊越買 或者是我本來的定期訂的會在那裡 那如果現在是一個走多的時候 然後我也一樣啊 看我最近有多少錢進來 然後我可以去買它去做它 其實都是以我當時 我並沒有特別說我這裡一定只能30% 這裡一定只能70% 我沒有這樣 長期定期訂額的投資跟你可能短線的 你會分開進行交易 就是可能 我會分兩個賬戶 完全拆開 其實我說過很多次 如果你把它混在一個賬戶裡 你自己會精神錯亂 然後你自己會把自己搞的亂七八糟 然後你到時候你的策略也會完全亂掉 因為你如果是一個原本是要做價差的 然後你賠錢的時候 你就開始催眠自己 我要長期投資 但其實沒有 那純粹只是你來不及停損罷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完全拆開 你真的要完全拆開 是證券戶跟扣款帳戶都是拆開的 就是我有兩個證券帳戶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你讓一個帳戶只專心做一件事情 然後你自己在開APP的時候 你的腦子也會跟著轉 自己會切換 因為你會知道說 我現在開了的是長期的帳戶 然後你就知道 這個帳戶我就是 月跌的時候我可以去買 月跌月買 然後你自己開到短期的那個帳戶說 短期帳戶 我絕對不會做月跌月買這件事情 右邊的話我絕對是 右側交易 就是會甚至去追漲 是往那個方向去走的 那你會設一個停損點嗎 我會 我覺得有時候人家會說 停損很傻 你只要長期擺著不賣 終究有一天會回來 這沒有不對與不對 但是我會停損的原因 是因為我經歷過那種 我覺得會影響到我的日常生活 我懂 我懂 就是如果今天在一個大空頭 然後你又沒有停損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心臟沒有那麼強大情況下 你看到那個虧損 你會影響到你正常的工作與生活 那我覺得停損是至少讓我不會影響到我正常的工作與生活 我覺得這蠻重要 因為我之前也是有被人買個股 然後就覺得 哇 他那個心情會影響你 你會影響到 那我明天要幾點掛 我要掛多少錢 趕快賣掉什麼的 對 所以我只是覺得在食物上 可能還是必須要 所以如果說你那段時間是沒空的話 你投機的證券戶裡面就不會有任何的標的 對 那因為其實很多人會說 現在大家都流行定期定額投資 然後大家會說 定期定額可以體驗到富力的威力 就可以會有微效曲線 對 但是有時候定期定額也會變成悲傷曲線 那個概念是說 我們都說定期定額 定期定額其實真的很好用 因為如果以我親身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 因為我的長期投資部位定期定額 裡面有一個美國科技基金 美國科技基金 大家也知道在去年非常的慘 我去年最嚴重的時候 好像是-30幾%吧 定期定額的美國科技基金 然後到這個禮拜 我打開它的時候 已經回到正8 而我只是沒有停扣 就是每個月繼續扣 繼續扣 但我也沒有加碼 人家說什麼 底部的時候可以加碼 但說真的在極為空頭的情況下 人性真的很難克服 所以我會覺得定期定額 它真的是可以 讓你心情也平靜一點 比較簡單的一個方式 那微笑曲線的前提是什麼 我們剛剛說一個微笑 前提就是你要 你買進去之後開始跌 跌到它開始反彈 那你才會感受到微笑曲線 但你有沒有想過一種狀況是 你假設去年中去年底 你才開始定期定額的人 你的線壓會長成這樣 從底部開始 然後往上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你沒有賣掉的時候 市場一定是多空多空 一直來回反覆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這樣上去 然後你都沒有賣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往下 它就會變成一個悲傷曲線了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說 即便你定期定額 但你要記得事實的 還是要獲利入貸 那所謂你要怎麼樣停利 獲利入貸 我覺得我並沒有一個多麼高深的學問 依我個人來說 我就是一個整數控 我就是很喜歡看到30% 40% 或是一個 就是一個整數控 但總而言之我會讓它 先獲利入貸 那你賣你是全賣嗎 對 但是我沒有停扣 我如果上去我賣了 繼續扣的話 下一個微笑曲線出現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你長期持有 甚至是你要存股 就是希望抱一輩子不要賣 那你對於這個看法是什麼 如果你這一輩子都不會有需要用錢的時候 那就這樣 但是實務上不可能啊 譬如說我要買房子的時候 我要買車子的時候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你人生當中隨時有可能需要用到大筆錢的時候 所以比較難說 長期投資抱著完全不賣 那因為其實前陣子你有出了一本書 有興趣我後來把連結放下面 那因為那本書裡面是有講到科技 你怎麼賺科技業的錢 對那你覺得科技股是可以存股的嗎 我覺得你要看你對存股的定義是指 那個長期投資它會有一大幅度的漲幅 你的定義是這樣 還是你想要領股息的那種存股 不要有現金的存股 科技股的那種存股比較像是 那種你看上了一個趨勢 然後你可能花了兩年三年 甚至更久的時間 拿到一個長期的報酬 今年以來我們有一檔美股很夯 就是那個NVIDIA 對 它今年以來人家半導體那麼慘 但是它的股價翻倍在成長 但是如果你認真去看 它的股價你把現金調出來 看它大概躺了多少年了 它有一陣子 躺了超久的 躺平躺在那裡 然後最後才起來 所以科技股的話 你如果看對趨勢 其實你在追的是它的那個躺平之後的那一段長期 但我覺得科技我對它的想法是 你有沒有覺得科技它其實有點像氧氣 就是它不可或缺 可是你又好像感受不到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比較少出現在現實生活中 它不會是出現一個很巨大的形體在這裡 可是它又不可或缺 所以我會覺得 我們都還是要了解一點科技的原因 就是在於 我們不會回到石器時代 我們的生活會到處投滿科技 雖然你好像沒有感受到它的實體型態 但是它就是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所以大家還是要花一點時間來了解科技 那因為其實我覺得紫娟分享的東西蠻實用的 我覺得不管是在理財或是不管是在投資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不一樣的方式跟方法 那今天也真的非常謝謝紫娟 願意跟我們分享這麼多的細節 我以為你要開我的錢包 喔 你要開嗎 沒有 你要開我是非常歡迎的 我先整理過了所以這個就不准了 我覺得沒關係 如果你願意開我是非常歡迎的 不然你秀一下你有沒有什麼招財小物 或者是你錢包裡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如果是招財小物的話 我是在家裡不是沒有帶出來 可是我我也有某一種的迷信 就是我會很相信發財水 所以人家不是說那個像你這個門口 打開45度的斜對角是你的財位 你家有放嗎 我放在那邊 可是這不是開門的45度角啊 你開門45度角應該在這個地方 反正人家就說你 因為你的門是這樣開的 人家說你開門之後的那個45度角是你的財位 所以我就會在我家的那個地方放那個金牛啊 就是我去華爾街買的那個金牛啊 然後我每年一定會跟銀行要發財 所以我會去要各個銀行的發財水 那發財水你要你就是一直擺著嗎 就是擺著然後過年的時候換掉 過年的時候就換新的一瓶 你說隔年這樣嗎 對然後就換新的一瓶 因為我沒有養魚啊 如果你有養魚有魚港 因為人家都說水帶財 所以我的確在家會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散步 而且我覺得很神奇喔 我如果覺得我最近案子比較少的時候 我就去擦那個彩位 然後我就很神奇 就會覺得我每次覺得我剛擦完 大概隔隔一天就會有案子進來 那一定是我不夠勤勞擦 你放錯位置了 因為我房間自己也有放一個 喔原來是要45度 好等一下要改個位置 所以你自己也覺得小迷信 可以讓你覺得更有更有那個動力去做 可能讓你更有賺錢的動力這樣嗎 我會啦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一點信仰嘛 然後只要能夠讓你相信舒服 就歡迎那 喔也是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最近想要招財的話 可以45度開門45度 放點招財水 對招財水或是買一些招財貓等等的都可以 今天是真的非常謝謝 姐姐跟我們分享很多有關理財投資的 大小的知識 那我覺得聽起來也是非常舒服 而且我覺得很接地氣 就不會讓人家覺得 欸你講得好像有點 因為我實際有做法啦 對我覺得實際 實際分享的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書呢也放在下面 那我們就下一次再見囉 Bye Bye 那我等一下要去換我的那個 不是 因為很多人都說門打開放 就是門打開的45度角 是45度喔 因為有些人都說你正門也可以放 所以我就想要放在那邊 那我 難怪前陣子都沒什麼愛 哈哈哈哈 你知道那我要換位 可是你沒有地方 除非你要在這邊放一個 就在那邊放一個桌子或是什麼 對對對 這個地方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感覺可以 意思打開嘛 哦 原來你也是小小研究風水這樣 我也只有這樣而已 哦 我也只有